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肥畢 今天我和養獸一起進行極地考察千島湖 Yeah! Let's go! 走吧! 好,我們成功去到第一個checkpoint點 經過十分鐘的努力 我們終於來到第一個checkpoint點 麥利浩徑入口 這裡也是最後車可以來到的地方 除非你是打工貴人,否則你一定要用腳走 好,這個標誌代表你絕望行軍 因為代表以下這條路沒有那麼多職員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包括你自己的屍體 是嗎? 現在走到164米 探險員肥拔 幫我叫撥直升機 現在探險員的一場 已經去到前面試測路程 探險員肥拔 就應該等直升機救援了 好,現在去到第一個分岔路口 可以看到 這個景已經很美 雖然已經算漂亮了 但是如果到千岔湖 青藝台 應該會更美 記著 分岔路口是這一邊 開始脫離石屎路 要不然你就去了黃麗沖水堂 好了,這些路 是不是石屎路的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水滔流失 形成了一些樹根外路 這樣就很容易被擊倒了 所以走這些路就要小心一點 有一道市 欲窮千里木 更上很多層樓 這條樓梯就是生氣出來用山竹 塌了那些木氣出來的 但我有沒有命走上去呢 都成問題了 然後這邊就去大堂 這邊就是黃泥沖水塘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走上這條路 各位 經過千山萬水長途拔洩極地掩耀 終於到 來到千景湖觀景台 收音差不多了 我懶得換機了 現在來到這個 大堂艾菲爾鐵塔 我只是胡說 其實只是叫電纜塔 好 沿著千景湖 清景台走下來 只有一條路 雖然很難走 但也會走到 那就會去到這個 實雷超山神廟的東西 其中就有這隻 關聖帝座劇 之前有聽過 很多行山友 就 蝕俗神靈 玩這隻馬 所以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還是有一個故事 叫人們 不要蝕俗神靈 尊重別人的宗教 尊重別人的宗教 之後就可以走下去 又是一個分趴路 我們這次的目標 因為是大堂 所以繼續向這邊走 好了 接著之後 就開始進入石屎路了 現在放大堂過半小時 大堂過半小時 這麼多是計算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但這條路就開始闊了 我朋友 所想而知 幾位武功得深 要弄張這樣的牌 我 想死 我 不知為何放到航拍機 我以後放到航拍機之前要拜神 我搞錯掌役的牌位 所以在千島湖上飛不到 我都想剛才 工業留不到 搞了半小時 然後 形形精神看說明書 才發現原來我搞錯了 裝上東西就飛到 但已經夠終於走了 我是不是天生同航拍機沒有完的呢 好 我現在呢 就經過紅樹林 就現在往大堂方向準備撤退了 看到背景是小巴 就知道我們下了去坐車了 因為這次的旅程完結了 這次如果走大堂 即是如果你是由元朗出發 我保證你會死 因為斜度是比由黃金海岸出發 是更加斜的 所以大家就跟著那條路走 還有記住的方向 拍機之前要拜神 不是就像我這樣 今天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和分享 拜拜 字幕提供